说到圣诞节 很多人就会联想到欧美国家 不过要说世界上对圣诞节最狂热的国家 还得是菲律宾 Hello大家好我是威尔 又到了菲律宾一年一度开始庆祝圣诞节的节日 九月 你没听错就是九月 菲律宾人从九月份就会开始庆祝圣诞节 直到来年的一月份 每当这时候当地人就会开始说 又到了Bird Month 意思就是从九月份开始往后的四个月份的英文 分别是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 因为他们都是以BER为结尾的 所以他们会把这四个月叫做Bird Month 在Bird Month开始的时候 菲律宾大街小巷 不管商场里还是店铺里、街道上 到处都会开始装扮与圣诞节有关的装扮 特别是五彩缤纷的圣诞灯 随处可见的圣诞灯 届时也会成为菲律宾的一道耀眼的风景 街边或是商场里 也都会出现随处可见的 贩卖圣诞节相关装饰的店铺 在9月份开始时 你还能在菲律宾的各个商场里 听到菲律宾华人 的声音 因为他创作的多首圣诞歌曲 在菲律宾都特别受欢迎 因而也被称为菲律宾圣诞歌曲之父 请 达名花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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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多圣诞节装饰的啊 这些都是啊 这些挂在圣诞树上面的配饰 这些都是啊 这些挂在圣诞树上面的配饰 这些圣诞节装饰啊 这些圣诞节装饰啊 都会有相对应的折扣 都会有相对应的折扣 诶对啊 那里面有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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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买一些贴在我们店里面 装饰 比较有圣诞节的气氛 啊 山大 圣诞老人 菲律宾人很看重圣诞节 就像我们看待春节那样重视 所以当你到访菲律宾人家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家里基本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圣诞节装饰 还有圣诞树 说到这个 我们家过阵子也要把收起来的圣诞树 再重新组装起来了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我的印象感觉还停留在去年 我们去商场里挑选一些圣诞灯的那时候 当Birdman开始的时候啊 你在菲律宾会开始感受到很明显的圣诞气息 特别是在一些景点的地方 随着月临近圣诞节 这种感觉也会愈加强烈 而当过完圣诞节之后 紧接着又是元旦 也就是他们的新年 每年圣诞开始的时候 也是菲律宾人最快乐的时候 但相对的 也是菲律宾治安最差的一段时间 因为菲律宾贫穷人口还是不少的 有一些人因为没钱庆祝圣诞跟新年 会因此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偷窃抢劫层出不穷 再加上最近菲律宾绑架频发 所以啊 在庆祝节日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加强自身安全的防范哦